标杆人生二十六 在试探中成长 雅各书一章十二节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 必得着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各位朋友 试探是魔鬼用来破坏信徒的信心的武器 但上帝是用试探帮助我们成长 每一次我们选择行一件善 做一件好事就不会犯罪 我们的品格就成长 因为试探帮助我们行善的机会 什么是试探 圣经跟我们讲的有四个步骤 什么是试探 圣经跟我们讲的有四个步骤 第一 预念 可能我们的心没有好的思想 要报复 要控制别人 这个发于自己的内心的不好的思想 不是来自环境 乃是你自己的问题 第二 怀疑 魔鬼撒旦实时令我们的信心 对上帝产生的怀疑 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 把永生上帝离弃了 第三 欺骗 魔鬼他不会真话 他时时来欺骗我们 圣经说 他是沙谎 圣经说 他是说谎话之人的父 撒旦实时说谎话来冤枉人 第四 人不顺服 人有真正多的软弱 听了撒旦的谎话就被引诱 陷入试探之中 我们怎样才能得胜试探呢 第一 不要受威胁 不要为者有着引诱 就感到有罪恶感 这是错误的思想 受试探不是犯罪 因为主耶稣也曾经受过试探 但是他没有犯罪 求主帮助我们 在受试探的时候不会犯罪 第二 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软弱 什么时候我们最容易受试探 在哪个地方和谁在一起 我们得找出我们的弱点 第三 求上帝的帮助 我们可以随时地祷告 上帝随时要帮助你 使你可以得胜 克服这个试探 诗篇 五十篇十五节说 并要在患难中 患难之日求告我 我必搭救你 你也要荣耀我 试探来的时候提醒我们 不断地在上帝面前祷告 每一次的试探 我们得胜了 就是我们生命进一步 就越来越像主耶稣 同心祷告 天父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当试探来的时候 求主帮我不犯罪 求主帮助我 给我力量得胜试探 使我们的灵性越来越进步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